MING PAO TORONT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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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現在你要買一部小機 又要帥仔 又要細部 又要二襯衣服 還要拍身漂亮的話 有什麼選擇呢? 好像只有這部 X100V和上一代X100F相比 設計變化都很大 首先就是頂部很明顯是更加平衡 亦都用了啞面少少的處理 以及它的靈感更加分明 大家會不會覺得它 有點像另一個牌子的相機 操作方面就有進步 亦都有點退了步 讚的地方是 二架ISO轉盤可以直接拉起 轉到合適的位置才按下去 舊機就要逐次逐次拉高才轉到 而螢幕亦都可以向上或向下反 所有Dial都改了設計更加好轉 要彈的就是Q-Menu的按鈕 放到機器的旁邊 而且取消了十字按鈕 少了很多可以自定義的按鈕 就好像加了更懷舊的油光filter 而新機可以看到明顯進步了很多 中焦位都很sharp 在焦外還有少少油光 在拍食物時就更加好用 其餘情況之下 無論是畫面中心 還是四隻角角畫質都比舊機細節了 富士最近幾部機都是用同一個餡 即是這一部都是用那塊2610萬像素的X-Trans CMOS 跟XT3、X-Pro3是一模一樣的 基本上是APS-CC CMOS 畫質表現都很出色 可以看到在光圈全開之下都很細節 動態範圍也不錯 看看你想不想推翻暗位的細節 內置的ND Filter 都升級到減光四級 既然畫質好了 日光之下就可以多些全開光圈來拍 如果它可以像GR3一樣 有機身的防震就更加好 即是不是用來拍片 是用來低光拍慢畫面的時候 彈性就更加大 好用很多 對焦表現的升級亦都很明顯 對焦點由上代的325點提升到425點 日光之下基本上一按集裝 而相代就會偶爾拉下相 在低光環境之下 就可以明顯感受到 新機比舊機進步得多 護士相機的定位很奇怪 好像X-Pro3 為了迫你拍照 切了HDMI 但這部X-100V 反而給予HDMI 還可以螢幕聲和收音 不過它不能換鏡 相信更加少人會拿來拍片 畫質是這樣說 X-100V 的錄影規格其實都很不錯 4K 30 格 1080P 120 格 這些就是標準 而且畫質表現都很好 還有F-Lock Eterna 等調色 但沒有機內防震 一般人都很難可以拿來拍片 X-100V 改用可以向上或向下反的Touch Mode 腰平高低炒自然比舊機方便 而X-100V 和X-Pro3 一樣都是用旁軸相機的設計 除了不能換鏡外 功能表現都差不多 但對於絕大部份用家來說 X-100V 螢幕一定會比X-Pro3好用很多 而招牌的混合取景器都升級到365萬像素 明顯就比舊機細緻 尤其是用光學取景器時 右下角的螢幕會更清晰 而這一代亦都加入了防塵防水滴的功能 旅行周圍走都不用太顧忌 以富士的旁軸相機來說 X-100V 和X-Pro3 我都測試過 我覺得X-100V 是一部更加細部 更加 user friendly 的X-Pro3 如果我要選擇一部旅行機或者 snapshot機 可能我都會選擇這部而不是X-Pro3 還有細細部掛在頸上沒有那麼重 經典的旁軸相機造型 再加上強勁的拍攝效能 相信對於喜歡拍照的人來說 包括我都沒有抵抗力